Goshin 各位 你好 我是 Jackie 韋萱 我是 Crystal 叶罗雷 Crystal 平时我们Goshin Do You Know 这个频道 都是请YouTuber来的嘛 对不对 但是啦 我一Purpose 片上两台啦 老板娘上来 不要理她是YouTuber还是一人总机 因为她的歌好听 太强大啦 一起来欢迎热大片上两台 Hello 多选 多放 观众朋友们到我去聊聊聊天上两台 其实她说话那个感觉很不相笨的一句 真的耶 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 要她快问快答 只有A跟B选择题 来 Crystal 开始第一题 首先第一题就是 AIM 颁奖典礼2019 片上两台的作品 淘拉淘拉 打败了大热门 我飘向北方 拿下了AIM 最佳作曲奖 你认为 A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 B 评选是怎么这么奇怪 我会选A吧 完全觉得没有问题 WOW 对你的作品很有信心啊 OK 可能我就是蛮好奇一下 热打当时的想法 就是你拿到的时候 你是觉得 YOU I DESERVE IT 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其实我没有觉得我 DESERVE IT 因为我本身 真的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她的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是在我放弃音乐 然后做地产 然后再回去做音乐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冲突 所以这首歌就算你的提名也好 我觉得这首歌在我生命中是很大的一个讲述 第二题 人家啦 都讲人家在马来西亚做音乐 是很辛苦 甚至是找不到饭吃的 你觉得 A 没有啊 我的公司包养的很好啊 B 其实我还蛮穷的 你的答案是 B 我其实还蛮穷的 года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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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马来西亚的音乐人都还在很努力的一块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rounds 难怪他这么瘦 要吃多一点努力赚钱,怕大家就用肥肥 你当然看得出来赚很多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有点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怕他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来 OK,你来问加开 有人说Ryatta的长相呢 他的特质就是接近K老啦 那你觉得呢 A就是BRO不要玩 如果比他帅很多 D谁是K老 我知道谁是K老 所以我会选A BRO不要玩啦 我肯定还很帅 来下一道问题啦 OK 没有要得罪的意思啦 我只是纯粹放你们的名字进去 以下来一组艺人 你比较不想要跟他们合作 A 碰碰 B 傅英&Sam A 碰碰 这个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他会选一对比较变音一点的 对 因为我看过碰碰的作品 我记得是他们很喜欢跳舞 在MV里面 快点跳男生 然后跳舞很烂 所以最好不要在一起了 然后傅英&Sam他们就会弹啦 我也是会弹唱 所以 如果说在一起的话就会比较好看 啊 OK 他不是什么本质上的问题哦 纯粹是那个 一个是舞蹈墙 想到要跳舞就怕了 是 那第五题呢 我觉得 哎呦 很好玩 Kristo 我觉得也是当事人 可能你就有 有我来 有我来 你当做Kristo 不在啊 OK 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一个问题 OK 我们现在有四个女生的照片 OK 它分别是我们 呃 勾选的四位 当家花旦 然后呢 我们要 纯粹只是以一个外表作为考量啦 要你从第一顺位排到去第四顺位 第一是你最想要跟他交往的 第四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一点 来 从从最后开始吗 呃 可以 请问第四名是哪一位 第四名是这位吧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哪里 因为他看起来很高 看起来很高 我自己身高不是很高 哦 纯粹是因为身高问题吗 Yup 第三是他吧 第三是他 OK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hot啊 so 你觉得你驾驭不了这一种hot性的 我觉得我压力会很大 外面安全感 yeah 去到哪里很多男生都会看 哦 哦 他有参加过那个missasro asro 国际海域小姐 OK 是但是是虽然是落选啦 八强啦 但是还是蛮不错的 是很漂亮啊真的 是很漂亮啊 OK 到冠军的亚军啦 哦 哦 哦 你会是谁 第一名 啊 呃 第一名是Crystal yeah why 你不用因为我真的是 Vivian 亚军 OK 来来讲一下为什么你会选Crystal 首先是眼睛大 OK 然后 我觉得你眼睛会说话 好 好 我们加上来第六 就是在我们这个影片播出的时候 当天我们也会强打Rita的歌呢 就是让更多的歌曲的朋友认识Rita 那 你有好些作品你最想要推的歌曲是 UFO OK 原因是 呃 因为这首歌刚刚发行啦 所以 希望可以推这首歌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听到 因为这首歌比较fun 我之前的歌比较duck 而且MV也是有出来对不对 会 OK 所以双管席下呢 希望这首歌曲真的是KID拿到很棒的成绩啦 谢谢 那我们恭喜KID 也可以听到这首很high很high的UFO 今天再次的谢谢热讨片小梁派 谢谢 Yay